Hello,大家好,我是Hady,欢迎收看粤语最财经 300万日要集体失业,武汉出租车求助政府,我们到了死亡标译了 大家都知道AI很厉害,想不到首先怼嵩的是老司机 最近武汉出租车司机集体投诉罗伯无人出租车事件登上热手 武汉出租车司机向政府提交的求助信 题目为巡游出租车已经到了死亡边缘 他们控诉无人出租车 科技的初衷是令人类生活得更好 现实是令底层人吃不饱 萝卜快跑的无人出租被不少武汉市民称为傻萝卜 科技进步物联网发展是好事 但是有一点,抢劫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蛋糕 扁认的热点民生社会新闻事件,这就是科技和就业之间的矛盾 前有DD、高德、花小猪等等的平台 已经是大量分析传统出租车行业的蛋糕了 再来一个无人驾驶网约车 可想而知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景欲 无人驾驶网约车的出源对于这些司机来说 确实是雪上加伤 这就导致了科技和就业之间的矛盾 我没有乘过这个车 我看了一下,舆车的观点分为两排 一方面有人认为科技的进步应该涂汰那些传统行业 另一方面,现在经济下滑和就业落低的情况 有人觉得我们应该优先保护就业 无人驾驶网约车的出现 对于这些司机来说,确实是雪上加伤 这就导致了科技和就业之间的矛盾 这是个很典型的热点事件 我就没有乘过这个车 不过根据报道 现在打傻萝卜还是挺便宜的 10公里往往只是不到10元 甚至有报道说6公里只需要4元 这个价格还令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怎么生存 对于那些依靠驾驶出租车维生的司机来说 无人车不单只是技术的挑战 更加是对他们生存的直接要挟 很多人面临失业的边缘 他们的不安和抗议性开始在武汉的大街小行蔓延 这种科技和传统行业的冲突 不单只是经济效益的比拼 更加是一场关于未来社会形成的辩论 无人车技术的推广是不是好像真的宣传那样 全面提升了生活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呢 或者这是一个灵火游戏 其中科技的胜利 而牺牲底层劳动者的福祉为代价 难怪前几天武汉出租车联名司机 向政府提交的扣助信 标题为巡游出租车已经到了死亡边缘 新的东西进入市场先走低价策略 怎么说呢?其实就是金钱和市场的游戏 常见的通路就是用低价堆倒其他的对手 等其他对手死了自己再升价 之前外卖网约车平台都这样做过 再看看现在的价格和商业大战的时候 完全无法比 同样的无人驾驶无法从司机身上抽成 同时要降低客单格吸引顾客 这里背后的成本还是不低的 大概也是百度并没有大量投访的因素之一 而且从常识来看 反常的低格也不可以持续 必然要在某个阶段将成本收回并且赚到钱 有人说这是科技进步 任何人都阻挡不了 人类社会的进程也不会以个人意志而发生转移 就好比约计算机出现的时候 商铺里面的算盘挡不住 当CID拒图软件出现的时候 趴图版的建筑师也挡不住 这种宏大的罪事说法确实很令人上头 好像是吃了大力丸一样 在未来十年之内 所有的出租车和望约车 都将被无人驾驶摩约车所取代 三百万司机不通已失业了 因为现在的无人驾驶技术 结合AI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推动流行无人驾驶摩约车完全没问题了 现在百度在武汉 只是投放了一千部无人驾驶摩约车 在百度今年第一季度财报上 李燕获就说了 截至4月19日 罗伯快跑累计服务单量超过600万次 第一季度 武汉全无人驾驶订单比例已经超过55% 并且在4月份继续上升至七成 预计未来几个季度将快速上升至100% 如果考虑到百度或资本的力量 再加上比亚迪特斯拉 甚至加上最大几家伸势力为小李等等 一旦AI无人驾驶通往海来 数百万网约车司机和三百万出租车司机 总计大概一千万以驾车为生的司机 可能很快就会被淘汰失业 我相信这个绝对迷疑然耸停 在未来十年之内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 以前我无论在深圳打出租车还是叫网约车 我都会和司机吹一下水 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当前的形势和底层人民的看法 这才是最真实的 很多深圳的出租车司机表示 他们很多人已经在深圳开车30年了 光开他们每个月至少可以赚到一万元 特别是在前20年他们几乎跑一年 就可以在深圳买了一层楼 但现在的情况到了什么地步呢? 现在20元以下的DD订单减少了九成 因为为了省钱距离近 大家都会选共享单车或者电动单车不打敌了 一位在深圳开了30年出租车的司机表示 今年是最差的一年 今年是30年以来首次降至5000元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几乎所有的网约车或者出租车司机 他们辛苦赚了30年的钱 但在今年突然遭遇了断崖式的收入效果 如果说在内地越收入5000元 还可以勉强维持生活 那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 基本就无法生存下去了 这样下去受影响的不单只是 一千万开车的师傅面临失业的问题 如果这一千万司机背后都有个五口之家 这样影响的可能就是五千万人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且如果是继续这种情况 在十年之内所有的家后都要倒闭 考驾驶症这件事可能也会被社会淘汰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 科技的进步任何人都阻挡不了 虽然在你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新旧技术转换的矛盾和时代的震动 例如汽车出现的时候 它要取代马车 全球有几十万马车夫要被代替了 同样当计算机出现之前 中国的每个店铺几乎都有一个打算盘的人 但是现在算盘也被淘汰了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要保护旧技术而拒绝用新技术 新技术的进步是不可逆转的 不要做唐臂当居的事 这种观点可能听起来不是太近人情 好像完全不顾老百姓的生死 我觉得这件事能够解决的就只有国家了 在这个新的时代 我们的政府要转变为福利型的政府 加强老百姓的福利 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十分一 欧洲的十分一 日本的十分一 新加坡的十分一 我们还未将大部分的资金投入到老百姓的福利上面 我之前还提倡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 将老百姓的福利放在首位 如果我们将支持非洲等对外援助 为了其他国家安全维稳等等很多的费用 用在提升老百姓的福利上面就好了 民众福利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 就是因为小孩从小学一直到大学 全部100%免费 包括生活费等都是由国家来包 最重要的是很多地方直接发钱给民众 好像中国澳门一年发10万澳元发了17年 还有新加坡政府都是直接提供廉州房 所以在AI时代提升全民福利 确保民众有钱洗、有饭食、有房住 才能够形成量性循环 所以我们要迎接AI和无人駕駛 网约车等等技术进步 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可以预见的是 现在中国喊出的口号是新质生产力 所以无人化的趋势不单止不会减速 反而会越来越快 正如马斯克所说 未来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人形机器人 那在中国意味着可能会有14亿个人形机器人 这些AI机器人将会代替我们完成各种工作 越来越多的行业 比如速递员、外卖小缸 都会被AI和无人化所取代 所以另外一方面 我们必须加强劳百姓的福利 解决大家的住房、生活、养老、医疗和教育问题 避免又出现科技的初中是令人类生活得更好 现实是令底层人吃不饱 这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案 同意我这个说法的 大家不妨留言讨论一下 A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心体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